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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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你没有看错 这就是一双皮鞋 打节拍打得很不错 这双皮鞋为什么要看它呢 印尼人很奇怪 吃海鲜吃核鲜很正常 吃野味吃昆虫 讲得过去 但印尼人 连皮鞋都吃 吃皮鞋 这个 还没洗 这皮鞋怎么吃啊这么硬 我之前有听说过以前在战争的时候 难民啊因为没东西吃 所以他们真的会煮一些皮鞋或鞋带 然后煮很久很久 然后去就是等于是充饥 吃树皮啊吃皮鞋 可是现在有食物可以吃啊 为什么要吃皮鞋呢 你说为什么要吃皮鞋 OK 好吃 吃过 吃皮鞋 还吃得这么开心 好奇怪喔 而且印尼人吃皮鞋 可不是这么简单 不是随便筷子夹起来就可以吃了 要功夫的 哇 有没有看到 还要用到这个 这个是 扁蛋啊 哇噶 这么高纲 哇 为什么要用这个 吃皮鞋呢 反正跟着 扁蛋 跟着皮鞋脚步走 就知道 我说印尼人的名堂也太多了吧 什么不好吃 竟然吃起皮鞋来 而且据说 这还是当地最最最最受欢迎的名产 不只印尼人爱吃 就连 呃 韩国人 都想偷学 煮皮鞋的功夫 呃 这 这皮鞋到底要怎么煮 又该怎么吃呢 这就和小刚去工厂 看给他个明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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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仿佛真的走进了皮鞋工厂 哇 里面都是那个 牛皮的那个味道 哎呦 哎呦 有没有看到 这 这应该就是 整张牛皮吧 这边真的是 煮皮鞋在吃吗 老板 你们这边 这个都 全部都是牛皮 是不是 我们从地区 现在我们从地区 我们从地区 从大陆 印度跟 呃 黎巴嫩 黎巴嫩进口这个 牛皮进来 你这样进 不同国家的 有有差别吗 这个 做成的这个牛皮鞋 吃起来有差吗 对 特别 特别的 老板说印尼的牛皮 还是最好吃啦 就是印尼的皮鞋最棒啦 嘿嘿 厉害啦 没想到这牛皮 还有分本土货和博来品 话说这一落落 看起来干扁扁的 做巴巴 愁不辣鸡的牛皮 正是今天怪异食物的主角 咱们第一等小组 可是有嘴说得不断 再三向老板保证 绝对不是来偷技术 老板才答应了我们拍摄 毕竟放眼古今中外 要把皮鞋搞到能吃 而且好吃 嘿 可是没几个人呢 咱们当然要好好的一探究竟啦 丢下去煮 OK 老板它这样子煮要煮多久 今天要煮多久 要煮多久 要煮多久 10分钟 10分钟啊 煮10分钟就好了 那它这个 为什么要这样用水煮 用意是在煮哪里 煮到有弹性啊 煮到有弹性啊 我们来看一下煮之前跟煮之后的差别在哪里 老板说差别很大哦 这是煮之前的牛皮 搞刚刚从那一匙里面拿出来 剪刀 很利的剪刀 剪不下去呢 它这个 超硬的 这个牛皮 这样剪是剪不下去的 这个刚煮好的 其实 你看就是可以 至少从拿起来的感觉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整个是已经软掉了 真的是软烂软烂 它这个就是还是硬的 它其实煮一下子而已 它这个整个都已经 有没有 我都不用剪了耶 我用手 一穿就破了耶 根据我们私下向老板死缠烂打 逼问出来的结果 这皮鞋要搞到能吃 竟然得要 蛤 七七四十九道功法 缺一不可啊 除了水煮之外 还得泡 切 晒 吵炸 等等等等的步骤 也难怪卖吃的 皮鞋在这可是独门生意 想偷学什么都没有 有 现在我们现在把这个牛皮 整个倒进去了 它这个就是等于是 老板刚才讲的 等于是最后一个步骤了 要炸它了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要炒多久啊 这样子要炸多久 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 那中间都不能停吗 只要帮你把自己按住出来 不能停的 老板 这个炒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试试看吗 我可以吗 OK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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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换手 我要去 来 这个 那 老板 好 老板你要教我 我这次要干嘛 哇 诶 哇 好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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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甘我都空牵布啦 诶 很不容易诶 他不是像我们 刚才看他这个 好像翻转就很轻松一样 他这个 超重的 诶 现在这个是在 喔 这个是在加这个木屑啦 火力不够大是不是 好 他这样火力不 火力不够大 很重 不能停的 喔 不能停喔 五个小时不能停这样子 哇 这个太 哇 哇 他这样子吵 五个小时不得了耶 真的很累 看一下 看一下他的肌肉 哎呦 哇塞 看不出来耶 而且我跟你讲 觀眾朋友你们都以为是要看这边 是错 这样子的动力量啊 是要看 看这边 处理 有没有看到这两块 有没有看到这两块 因为这种力量主要都是用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力量 哇塞 好一个降龙十八炒 炒没两下 小刚我的手都快断了 真难想像连续炒五个小时 手不断掉才怪 不过看看这里的小哥们 各个伸手矫健 炒牛皮的功夫 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只是话说回来 如此大费周章的处理过程 竟然只是为了品尝这一小小块的牛皮 让人不得不怀疑 他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老板我问一下你们这个皮啊 跟我们那个做那个皮鞋 到底差别在哪里 是一样的吗 就是牛的外皮 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个做皮制品啊 皮鞋啊 皮包那种 是外皮 外表皮的那一层皮 然后那一层 表皮下面那一层皮 就是他们拿来做这个食物的啦 那进来那个味道 其实很像耶 分不太出来 往后就这样倒进去 那老板这个要炸到什么程度 才可以吃 我进去有吗 大概三分钟 三分钟 很快耶 他这个都已经膨胀了 整个都已经变白 然后浮起来了 哇 他这个很快耶 而且 我发现他这个第二个跟 第一炸跟第二炸有什么差别 第一炸都是很低的油温 你看他那个油都不会 怎么讲 都不会像这样子 叭叭叭叭叭叭 然后不会这么高温 这个真的很快耶 他这个 几分 几分钟而已 几分钟就整个都炸好 都膨起来了 很烫喔 很烫喔 老板很好吃 他帮我吹了 还是很烫 我拿一个比较不烫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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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喔 拿拿拿拿 嗯 嗯 有没有 欸他 口感 嗯 他口感其实有点像我们吃那个乖乖 乖乖的那个感觉 只是他的味道是 咸的 然后他 有点像马老 马老的那种感觉 而且他这个 其实因为可能还没有调什么味 我们平常如果自己在家里面 可以蘸一些胡椒盐啊什么 这样吃 他这个其实他就是吃他的酥脆的味道 然后吃下去他也没有那种牛皮的臭味啊 或者是腥味 都没有 他这样子很好吃 嗯 老板那你们这样子 麦一包 怎么麦啊 一公斤五万 一公斤五万 喔 他这算公斤啦 这个是四分之一公斤 这个是四分之一公斤 这四分之一250公克而已 然后这样子其实很便宜耶 他一公斤才五万 他这样子一包 就可以炸出这么大一楼 他这个其实全家人啊 当零食都很适合耶 原来牛皮竟然可以这么好吃耶 也难怪成了当地最有名的伴手里 整条街都卖起了牛皮饼 据说在印尼新年的时候 更是会卖到缺货 世界的一定